红海董事长刘杨伟 率领总财务长黄秋莲等高阶主管 举行中原普渡仪式 媒体关注 目前中国四川限电措施对红海影响 它对于我们那个厂区所带来的影响有没有呢 当然有 包括我们现在库存的状况 还有未来我们在这个其他时间点 加班可以cover的状况 所以这些状况我们现在的预估影响 是有但是不是很大 刘杨伟表示 全球面临缺水干旱冲击是非常大的议题 只能期盼四川尽快降雨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议题 那没有了水 可能比没有电还可怕 四川呢我们也看到最新的气象报道 大概到礼拜下礼拜二三 大概就会下雨了 那我们希望 能够真的能够在那之前就会下雨 那下雨解决水的问题 进而就解决了电的问题 刘杨伟上午受邀出席活动 他指出企业经营一定会碰到产业消失 技术更新 缺乏永续经营的三大挑战 那手机产业也会走下雨 那手机产业的下一个是什么 那我现在来看 应该是以后转型升级 那从3.0 我们目标三大会来产业 电动车 数位电方 以及机器 那用三个核心技术来支撑 来创造变大价值 游阳伟也透露将成立ESG绿能基金 预计规模约台币几十亿元 携手供应链推动落实ESG 除了跟一同购买绿电外 也投资电站 再生能源等领域 与工艺商在捷径能源相互合作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道